《 民主發展》 11月5日 英國議員成立了一個跨黨派關注香港的組織 以促進香港民主發展 並且關注香港人權被侵犯的情況 這樣標誌著英國對香港事件加大政治施壓 這個跨黨派香港議會小組 APPG on Hong Kong成立 展現出英國議會對香港人民的關注 該小組的目的是促進民主和法治 捍衛香港的人權 分享有關香港的信息 發展英國與香港人民之間的關係 11月5日 APPG on Hong Kong在英國議會舉行成立大會 前綠黨領袖 藍著夫人貝內特和前內閣大臣 自由民主黨黨鞭 國會議員卡邁克爾共同擔任主席 背內特藍著夫人貌 我們必須與香港站在一起 鎮壓香港人權的流血事件 已經發生了5個月 就在最近幾天 香港候選人受到警察和親北京團體的暴力襲擊 英國需要堅定立場 考慮針對那些長期的肆虐者實施制裁 即使《中英聯合聲明》 是在聯合國登記的合法有效聲明 但最近中共駐倫敦大使館發信給英國國會議員說 《中英聯合聲明》不屬於國家之間的協議 就事件英國人權活動家 尚議院議員奧爾頓·薰酌說 中共不僅要恐嚇抗議者 而且還要恐嚇國會議員 我們將會聯合國黨派和國際盟友 一起抵抗霸凌 我們要求外交大臣 表現出國際領導才能 明確表明 中國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並且為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人大聲疾呼 保障他們的權益 香港人民正合法地尋求英中協議承諾的普選權 非政府組織與香港站在一起 Stand with Hong Kong 也派出一組觀察員 參加了APPG on Hong Kong的成立大會 該組織發言人說 在47個國家的公民進行全球抗議之後 我們非常感謝世界各地的政治家 支持香港的民主鬥爭 我希望英國政府將會聽取什麼呼籲 並且考慮對中國當局施加什麼具體壓力 阻止中共繼續含入暴力的威權主義 並且確保香港進行自由公正的選舉 英國由於臨近大選議會解散 所以APPG on Hong Kong決定在英國選舉期間 將會以香港議會之有的名義 獨立運作 該小組的副主席分別是 中立議員奧爾頓分爵 工黨的戈登分爵 保守黨的辛克溫分爵 保守黨的鮑西利 保守派史提夫達伯 保守黨的內傑爾·埃文斯 保守黨議員安德魯·保兒 以及工黨的傑林特·戴維斯